週一的晚間開始 隨著颱風的逐漸北上 我們從週二的晚間到週五 是他距離我們最接近的時候 清台開密逐漸北上 未來路徑北臺灣首當其衝 氣象署也提到週一晚間 到週二清晨可能就會發布海景 從目前歐洲細節模式模擬來看 如果太平洋高壓 稍微再多往西延伸一點 宜蘭新竹以北 路徑機率提高八成 週三也將會是關鍵轉折點 如果持續稀休 對臺灣影響更為顯著 其實跟過去相別的話 是有略為一點偏西的 這個趨勢出現 週日週一兩天 颱風尚未接近 各地還是維持多雲到晴天氣 但接下來週二開始就會變天 颱風往西北方向移動 接近臺灣過程 強度會逐漸增強 北宜花要留意短暫雷震雨 凱米颱風帶來的風雨 最明顯的時間 將會落在週三到週四 西半部宜蘭 將會有持續性強降雨 颱風外圍環流 將持續影響到週五 降雨熱區也會移到中南部 北部轉為間歇降雨 不排除在接近我們的 這段期間呢 有機會來到這個中度颱風的等級 或是以上的強度 而它的暴風半徑呢 目前的預估上面 可能來到接近兩百五十公里 目前颱風路徑預測還是相當分散 往西或往東偏差一些 直接影響路景發布 氣象署也提醒颱風到來的時間點 恰逢年度大潮 西南部及東南部 需防範颱風帶來的豪雨 也可能會有淹水情形 應及早做好